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 国产的汽车品牌蔚来正式发布了旗下的首款旗舰级的轿车蔚来ET7 全新的造型 强大的性能 还是有颇多的看点 首先 外观上ET7和此前蔚来发布的概念车高度的相似 前脸的造型很科幻 分体式的LED大灯 两段式的日行灯非常的有设计感 车身的线条优美 大气 车长也达到了5098毫米 而轴距也超过了3米 车尾则使用了六倍式的设计 线背式的尾门 细长的LED尾灯 格调比较雅致 车内简约的风格看起来也很舒服 对称式的设计也并没有显得太古板 两幅式的平底方向盘 却已经仪表和数项的大屏幕 中空台上还有未来标志性的Nomi 全玻璃的车顶 即使坐在后排 空透度也是极好的 而动力方面 ET7还是延续了未来的高性能 前180千瓦的永磁电机 后300千瓦的感应电机 功率达到了480千瓦 扭矩850牛米 0百加速为3.9秒 70千瓦时的电池续航超过500公里 而顶配的150千瓦时的电池续航则超过了1000公里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ET7搭载了激光雷达 这样它能够兼容L4级的驾驶辅助系统 ET7补贴前的售价约为44.8到52.6万元 补贴以后会有所降低 不过 ET7需要明年的一季度才能正式交付 所以喜欢的朋友可能还需要等待不短的时间